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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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电影跨过鸭绿江在河北拍摄 小巴有幸前往谈判 放饭了吗 导演 下日炎炎 酷暑难当 演员却热情不减 选心选意投入拍摄中 在40度的高温下 每一个镜头都被反复雕琢 精准呈现 首先它是一部年代戏 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我们就在大量的阅读历史资料 你要走进这段历史 了解这段历史 你才能够真实地准确地反映这段历史 我们的创作原则就是 要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 不仅如此 剧组在佛华道诸多细节方面 都力求真实 剧组动用了300多位角色演员 4万余群演 每一位演员都怀揣了一份敬意 承担着一份责任 敬礼 这场战争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仗 我觉得像我们的晚辈 还是我们这代人 大家都应该牢记 各个世纪 都有人在默默地替我们守护着 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平安宁 而默默地奉献给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热血 人们知境 小八在这里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和人性的光辉 每一个场景的转换 都开启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用热血鲜就的圣礼封碑 用真情实感 礼赞最可爱的人 电影跨过鸭鲁江 让我们相约院线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